联合国难民署的新数据显示 全球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 在2015年再次创下了新高 达到6530万人 这同前年相比增加了将近一成 根据统计 去年每一分钟平均有约24人被迫逃离家园 当中过半来自叙利亚、阿富汗和索马里 这三个长期处在战乱的国家 去年也有超过100万人到欧洲避难 导致欧盟陷入政治危机 难民署呼吁欧盟共同承担收留难民的责任 也希望各国领袖尽更大努力结束战乱 从根本解决难民问题 土耳其再次成为收留最多难民的国家 为250万人提供庇护 巴基斯坦和黎巴嫩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 祝福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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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福